这一回要遭难 感觉要被反蹲到 直接减速 伤害不太够 伤害不太够 可以消耗一下对方的状态 而且Kuroko来了 小虎一技能躲掉Kuro的二连 在刘青松有点子 二级直过来 好像要单杀了呀 直接挂上虚弱 并且火男是晕住了凯南 把凯南也给击杀了 配合到富士哥 刘青松一波三级零性去上的游 松松这一把感觉画面很大 很想发力 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 这里就很显然是Kuroko完全没有想到 Leona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这里 她的是Q闪翼 直接让阿乐定在原地就要死了 上路3v3 两边中单都没有踢 这个位置A2甚至是没有视野的 并不清楚对方人在哪里 富士哥动手 外面的凌鱼直接开 云 富士哥在富士哥这里 横冲直撞结拉开一段身位了 刘青松顶进去 停在三个人身上 刮上虚弱 Kel这里状态不是特别好 先拉开一段身位 哈旦这里还在做追击 小虎正在支援 小虎也来了 Kel应该是躲不掉了 刘青松闪现直接云 再接上小虎大张机 穿两个这一波完美的配合 阿乐这里想拉开一下 可可在此前也唱了一个大 刘青松被换掉了 死哥这一波唱大收获满满 一波雪平 这一波她在发现 再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主要还是视野上面的缺失 虽然说A2在反尊 但依旧是不知道对方 到底是有几个人的 自己的先手进攻 反而是被WBG这里给支援到了 招火男大罗 其实A2在反尊 招牌很快 是的 小屏瞬间就被清完了 而且这一波是小虎先推先动 风尘拳拳展一个好的角度 直接展到两个 好像被死掉的尸体给卡住了 啊呼吸在下路被打了 没有闪现没有大招的 闪现就差几秒钟的时间 大招就差一秒 大招就差一秒 再撑一下 但是被暴毛暴死了 刚想开打就被暴死了 没有拖到小虎踢下来 上路也是A2刚才 却又拿了一组潮虫 得了 抢 过去 個口这位置有点尴尬啊 刘虫这里直接指过来 可可瞬间融化 因为主要他是个死哥 这小生板在这个位置被卡住了 是的 没有闪现的 在这个位置被逮 就差势难飞了 相思回中路线的位置还被卡了一下 主要小虎现在等级起来之后 中路线一直能先推 导致整个河道都被红色方站住了 右下角回放 是刚才Hope丢出大招之后 牛头留人 留住了Race 小龙去事业有点差 只能在中塔交踢 这个时候WBG已经开始打了 而Air只能让Kill顶在前面摸过来 在Kill在前面已经被扑克成了半血的状态 龙还有三阶段的血量 在旁边跟刘欣松打了起来 刘欣松闪现被逼了出来 先看一下Corko直接到龙坑里面 想要去抢龙 但是红松还已经成功地拿下这条龙 牛头这里点 点到小虎 小虎对闪现的速度将过来 直接被秒掉了 但是夫基哥直接咬住了飞机 小克斯也阵亡 双方中路一换一 此刻唱个大 但是炸不死人 那这波A2中路跟对方一换一的同时 小龙也在决战 或者说下波龙我给了去大龙 选择空间就比较大了 第一时间 夏克斯正好闪现 我难记得的这个位置 正好到鳄鱼脸上了 是的 想要小虎那个意境呢 相似在草里埋伏 老江湖的嗅觉 也很懂 还是被偷袭了 小虎被打残 死哥是有大招的 炸死了 有嗅觉 但是没绷住 嗅到了一点没有玩到B团 KR已经绕后了 首先起码得把呼吸哥的TP给逼出来 呼吸哥这里还不交踢 如果你只是不过来凯莎 加承戒是能绕龙的 龙还有七鲜血 呼吸哥先回程 牛龙跟阿乐在侧面给压力 微博一点过不来 再TP来得及吗 看一下龙 他有多少权量 56 蓝色方程度能拿到这一个龙 余思同拾荒 呼吸哥回去做了隐谋刀之后 直接选择TP到正面 想要留人 很重之后过来 想要留 但是被顶走了 开启大招之后 想咬 但第一线被运在原地 又被阿乐一个打 又碰了一下 但阿乐身上被套了虚弱 这个位置应该是走不掉了 再一个一级能 过来之后受掉辅助 那这样的话是成功 击杀掉了对方三个龙种 那这个大龙拿的其实并不赚啊 视野呀 目前蓝色方眼前一片黑 只能慢慢的顶出去 松松卡在这个爱头 后不半血了 这里牛直接顶两个 跟后部两个人 想要去跟对方的下路 双人组2v2交拼一下 Light状态不是特别好 自己闪现已经交过了 但是最后后部这里先被带走 而在下方蓝色方式成功地 击杀掉了这一条龙 后续的追击当中 刘兴松先交出去的闪现 Light这里应该是走不掉 我还差一下 那被香克斯给A子 但是还在走位 那最后香克斯 还是拿到这个700块钱的赏金人头 那微博好像没什么 进场的机会了 等呼吸哥下一波 阿勒要进场了 足限一跌三 再配合上 KORKO的大招 AOE拉满了 控制链衔接上了 完美大招 成功释放 这波又被A2给打回来了 犹豫间被阿勒 闪现一个天雷 给留下来两个 也要死 然后就让掉了 再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战场是分割成了两半的 下路都在2v2 2v2 Light两件其实还是挺关键的 前面已经射了一件了 加上这一件是射到了后部 先把后部击杀了的 然后正面3v3 3v3直接位置让开了 因为Breece是想从侧翼绕进去 但这样一来 正面中野两个人 感觉不太能够去扛 对 正面3v3 感觉微博少一个先手的人 是的 要么胡锡哥闪现继续咬 要么他直接闪现大楼进去 顺便拼个逞 对 太犹豫了 有三个人感觉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进场 就反而把龙克的位置给让出来了 而这一波也刚刚说到 刚赚好的有闪现的阿乐 想来抓胡锡哥 胡锡哥脸探草丛 先要被晕一套 又吃到阿乐的大 但又有点扛不住 闪现被交了 踩一下 死个有大招 那确实不用交了 到转发线就交不了闪 我的视角其实可以看到整个河道是一片黑的 富贵显中球 顺便意在轻波冰 但火难已经绕过来了 能走吗 这里前后背包夹 要怎么操作 自己身上也是没有闪现的 前冰柱小虎 我再躲一个 再金身 拖下时间 大龙刷了 拖时间了 大龙在打了 而且 哎呀 这里应该是已经开始打 小虎交大招 有点稳了 少了个大招 那正面尝试打了一下之后 发现打不过 而且下路已经被抓死了 这波得后撤了 AL 哇 手滑了一下 呼吸根又是想找 侧应进场的角度 AL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但是阿勒这一波看到了 两个上单打照面 WB机把龙直接拉到下面来 威博是可以拼成的 拼到了就是龙魂 拼输了也就是对面两条龙 松松一指 没有能够指到 看一下这个龙怎么说 龙 红色光 成功地拿下 拿了自己的火龙 同时的话 第一时间 阿勒已经被秒掉了 没有能够开出技能来 在后续的追击上面 HOP 交出自己的精灵球 再配合上 Kroko 交出了大招 成功地还是BOSS的对方 拿到双杀 小虎 小虎这里有闪现 应该是能走的 那这样WB机也是用 水装 是 可以吸回来 松松想开团 第一时间直接被顶走了 但HOP这个位置非常地尴尬 自己闪现已经交过了 会不会有进化再慢呢 BOSS的位置变得很危险 这个复活甲被打出来 KRO开起大招 有精灵球 被吸回去 两边点到为止 但WB的状态更好 要B是个大龙 哎呦 这个大龙应该是要争夺不了了 先交一个大招 压一下咱们BG正面的状态 但再回来也是来不及的 那这样在三十分钟 W正面这一波决一死战 一定要接了 WB机也是提正面 但是Lite一键 这把KRO的状态给打残了 而且在侧眼 阿乐这里很危险 都已经看他胆固了 闪见咬住 阿乐十一秒 哇呼吸哥这么猛的吗 大鳄摇开始疯狂咬人 KRO这里磕头了 没有后续的办法了 蓝的一键已经把后盘 死了地射死了 小虎进场表姚飞机 微博要大获全胜了 只剩下HOP一个人 面对四个人 快不掉呀 这一波WB机成功的 直接A叫了对手 在三十五分钟的时间 也通过自己视野优势 所累积到的 找到了一个刁钻的角度 让呼吸哥成功 开了一个完美的团 一换五 那要恭喜微博了呀 第一把 有金无险 KRO最快的上辅 还有十五秒 守不住了 是的 KRO还有十秒钟才复活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 能够守住对方的推进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恭喜WB机 成功的先下一程 在三十五分钟的时间点 非常稳健地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小虎的永恩如何评价 感觉对线确实看得出来是 下了功夫 就是应该是平时排位 练了不少的 集训过的 对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WB机 是的 我们再次恭喜WB机 先下一程 赢得了这一把比赛的胜利 那回顾到这一局呢 我们看到前期WB机 它其实空龙的节奏 非常的不错 那来到 双方一路在前面 打得非常的胶着 到三十分钟后 才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那本场 Light也是打出了 全场最高的伤害 这一场我个人本场的MVP 最终给到的是 打野学手卡尔赞的 火男 三杠一杠十四 85%的参团率 30%的伤害占比 以及对位精神 Zither Harp